大家好,我是M&K Camera的Frankie 這次跟大家講講攝影 什麼時候有攝影呢? 當然要有菲林才有攝影 菲林是由1839年開始有的 在較早前其實都有 但那個可行性實在太低了 例如拍一張照片需要兩天 根本不可能 如果拍一張人像的照片 沒有說兩天 兩個小時都已經嫌他多了 到了1839年 就開始可以拍到第一張照片 是人像照片 之後呢 去到1914年 剛剛是75年 Leica就有第一張照片 當時那張照片就是這一張 是在Wessler的小鎮那裡 拍的第一張Leica相機的照片 之後呢 過了75年 就出了這部相機 這就是紀念 Leica相機擁有了75年的歷史 而菲林呢 是出現了150年 好了,我們就講一下 這部相機有什麼特別呢? 當時這部相機是1989年的出品 1989年的時候 M6呢 是現行版最新的型號來的 當時這部相機呢 就是PANDELUM PAINTED的 那就是用一個白金呢 是做一個導膜的 那不單是相機啦 鏡頭也是一樣啦 那還在機頂上 黑了150周年 還有這個75周年 皮身這裡呢 其實就是用了特別的水蛇皮 作為一個皮身的 那另外呢 就會連上一個木盒 這個木盒呢 就打磨得很精美啦 那這個木頭呢 就是選美洲的桃花心木來製造的 好了 順便再講回呢 這個 這個 套機呢 其實包括了 有一張櫃 那張櫃呢 就是證明了 這部機呢 是其中的第幾部的 因為總共呢 就出了1250部的 那這裡會寫回 第幾部 那還有有關的 User Manual 不同的語言的說明書 Warranty Card 其他的文件 還有一個小冊子呢 就是貼回當時的真相 所以我覺得呢 這一套的相機 它的完整性呢 是非常好 那基本上是出廠的時候 有些什麼文件 有些什麼 的 基本上都齊了 那我又看回 其實現在的M6 價錢呢 都升了那麼多 那麼一個紀念版 一個特別的版本呢 我覺得 那個價錢相對來說呢 就並不是說 高很多 那值得去考慮 去選擇這一部相機的 那無論你是 收藏 或者是用來使用呢 都是一個 不錯的選擇 那如果你欣賞我的影片呢 希望你給我 like我啦 以及subscribe我們的頻道 多謝大家收看 下期再見 拜拜 呢 什麼 呢 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